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今天上午是联合立委候选人前往市场来拜票 而关于新竹农地的争议 陈佩琪的态度是和柯文哲一样的 他说对于当初合约以及整地的遗云 所有问题都是一问三不知 这也让民进党的发言人竹冠婷继续大做文章 再次呼吁如果夫妻俩都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话 恐怕只会伤害民众党的选情 夫人排上线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陪着立委候选人市场败票 合照握手基本款还一同试吃帮摊商打气 扫接拉票驾轻就熟 家里的账应该也是一清二楚 大概他完全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没有人在跟我讲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他说我在管可能是因为我在管家里的财务 昨天是说要捐出一百二十万的租金 那现在大家还认为说 就其实还敢缺三万租 那这个部分什么叫 不是啊 还三万 我不晓得应该都陈佩琪在处理 新竹的农用土地谁在管 柯文哲说太太都有留缴缴缴税资料 不过陈佩琪可真没看过这块地 是说二零零七年买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停车场 但现在好像有被报说就是有重新整地 他跟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块地看过 也没有看过任何的一个什么租约 看来是一问三不知 碰上周末假日前一天开挖的农地 没有继续施工 但争议依旧没停歇 柯正宁一开始强调前地主时代 就已经有铺设路面 但被发现二零二零年改成 游览车停车场前 曾经再度整地地下埋了什么 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面对争议科阵营再度强调 当时是另外的地主医师负责主导 似乎把质疑撇得一干二净 重新挖地这些事情 是有跟其他医生讨论过 还会是其他医生主导的吗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他是知道只是说他没有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上 后来十几年当中 他几乎都忘了这件事情 我也从来没有去过 就我所知好像当年买来的时候 就已经铺粉凝土了 所以里面有什么东西 也是在2008年以前 柯文哲爆出农地争议 却不断将责任推托其他人 恐怕只会继续冲击选情 记者综合报道 在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今天一早是连跑两个市场 虽然因为场地的问题 不适合大规模的扫街拜票 后来是改成定点拍照 但是还是吸引大批的民众来相挺 不过日前 谢立功召开记者会 替黄珊珊来制定竞选KPI 要是没有达标的话 就要辞不分区立委 被认为是否党内出现分裂的状况 柯文哲今天首次回应 认为这样的做法 的确不够团结 支持者将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团团包围住 柯文哲一早到桃园扫市场 聚集大量人潮 不过行程却不断变动 一度要放弃扫街 除非市场通道很大 危安一加劝 常常会造成大家的困扰 最后在平鎮山子鼎市场用定点合照 来取代大规模扫街 但总统候选人到市场引起大量民众好奇 一路上不断有支持者冲上跟柯文哲要签名要合照 一起排 一起排 谢谢 柯文哲马不停蹄跑市场充选票 但日前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却突然召开记者会 表示如果不分区立委没有达到八席 或是柯文哲总统票低于第二名 就要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辞不分区立委替败选负责 所有的这种不分区名额 也是选举决策决设计 用投票的一个程序下来 黄珊珊作为总干事 常常会变成叫做被抱怨的对象 外界分析蓝白河启动会谈之后 民众党内就已经有分裂情况 谢立功蔡壁如等等 跟柯文哲一起创党的人都不满柯文哲 跟黄珊珊的鹰派做法 于是组织白色连线表达资深不满 但柯文哲认为这个做法不够团结 选举前应该要一次对外 认真跑选举都来不及了 还有时间开记者会 蓝白河替党内埋下未爆弹 不满情绪累积 在大选最后冲刺阶段 整合党内的声音再成为关键之一 记者魏林彥玲 陈宇拉桃园报导